哈喽,大家好,我是小缺啊 上几期小缺给大家说过 小缺退游的原因就是因为游戏里面的排位机制问题太垃圾而导致的 磁灵匹配不均匀,小缺本来就很菜 结果匹配到的却是更菜更坑溜的有 话说,这样的游戏还怎么玩呢? 而本期要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从S18赛季开始 这个恶心的排位机制终要打开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变化吧 第一点,如果对战中玩家挂机时间超过50%以上的时候 即使胜利了,也无法获得加分和加薪 从这点可以看出后续肯定会出现补偿机制 如果队友挂机,导致游戏失败可能会产生保护分等等的一些额外的分子 除了这点之外,还有更加灵活的路源局交流机制 如今队友发送提示雨 其他队友是可以选择接收按钮进行响应的 从而实现更完美的配合 最后就是技能按钮的设计 现在大家可以自由的设计按钮的位置和大小 妈妈再也不怕不小心手画按钮技能了 以上这节机制设计将会在进行的最新版本之后登陆下构 到时候,大家又可以明快的滑入位了 好啦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,拜拜!